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緊張喔 緊張 今天超冷 不知道多 今天超冷 約會大概十二三多 而且現在已經凌晨兩點 三點了 已經凌晨三點了 所以 然後除了一個要全身臨死 然後我覺得大家已經有一種 回光煩躁感 已經累到有什麼累了 已經累到就是已經開始有點興奮的感覺 因為他真的不能關你知道 然後 除了一個如果太激動放爆 然後就被他還沒背到 然後就去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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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聽的力道 我在門後差點擋不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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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我就是冷了一點 你也真的自然 所以剛剛在看回放的時候 全程抖一看這樣 我現在 很想要抱右行 還蠻簡單的 大概有一下兩下 再繼續 再繼續 好爽 因為你這裡對不對 你這裡 我們一定會看 對不對 我們會拉你 至少讓你抓一下 下的時候 阿鳥今天就想要 一起吃 什麼 茂林的老婆 就是桃皮牛 他其實一直來都對我們還蠻好的 那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帶 我帶我的兒子去他家做公司的時候 我拉你不想太多 那只是在那一次的時候 他就用一種方式 然後 因為阿鳥不認識字 不知道什麼意思這樣 然後他就用一種方式 然後我就簽下了 賣孩子的契約這樣 然後我自己不知道 就在一個 阿鳥不認識的狀況下呢 他就把孩子賣給了那個 茂林的老婆 那一直到後來發現他 回去的時候 茂林的老婆 不讓孩子還給他 他就急了 所以他就衝去找那個 那個菜喉 然後跟他講說 怎麼辦他不把孩子還我 然後我們就要來 找小孩 米婦 你自己給我回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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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這筋 自己給我回門 好 喔 誰 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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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但我有讀過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爸爸捕魚 其實怎麼辦還不回家呢 爸爸趕快回家 就這樣… 然後超快就一張… 沒關係 我們只要不要算錯就好了 那好厲害 你有沒有擋一些 對啊 很厲害 炫富你有… 你知道炫富嗎 這個我沒辦法 哇… 哈哈… 哇… 不要為難運作 那你的鎖骨啊 有喔 鎖骨放 對 新的 他們都宣布算什麼 一個新的鎖骨 鎖骨放頭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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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來櫃骨就可以拿起來 這是… 真是 所以我… 這首… 鎖骨… YES 麗娜台隊有了 對… 這是這什麼 你… 你… 這樣才算 對… 這樣才算 然後我就發發發他 哈哈… 今天會不會 就只要小心 對啊 那你為什麼 沒有錢給我啊 你拿一些給的 好 老闆娘 你不要搬啦 我來… 我來 你還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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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盯水 他盯水 他盯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應該套衣服 笑到要生了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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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 有一個… 熊熊處長的一張 一張 喔喔 真的啦 導演那個女生落到 我會 不要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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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下去了 阿老闆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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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閉嘴喔 阿老闆娘 閉嘴喔 阿老闆娘 快要眉啦 阿老闆娘 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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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起來 我好icy 腰身是正常的 以前我小時候 這樣腰身 像夯著回去 這正常的 這個正常的 這樣疼喔 一尊啦 對不起 黏得很重 不會 可是他們說黏到那個都 對啊 這個才行 有的 對 套給你們太辛苦了 不要生了啦 不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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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幫他生好了 幫我生很快 321就不出來了 這樣講 對啊 就等著等頭 等著等著等頭 在意有沒有 對 我要怎麼辦 握著他的手給他力量 哈哈哈哈 他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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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金主耶 你要怎麼辦 我可以笑 他一聲啊 為什麼 怎麼快快的 快快的咧 對啊 就是你會讓大家開心吧 那個是一場關係的 導演 你有經過慘忙嗎 沒有啊 導演 你有經過慘忙嗎 其實他們都是這樣對不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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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 好像這樣 昏倒了 身到昏倒了 昏倒 我頭好冤頭 我這樣 剛剛欺憋太久了 這場戲是我既期待又害怕的戲 有點不敢面對 然後因為在演這場戲的時候 我上網查了很多的資料 那當然又有心啊 然後香慈他們都先排過 各自都生了小孩 所以呢我就一直問他們 你們生的時候是怎麼生 你們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你不要怕 你就生 但是還是滿害怕的 然後我想好 那我就上那個網站 然後開始去找 還滿可怕的耶 我看到那個影片就覺得 可是當媽媽真的太偉大了 然後就是痛成那樣 我看那個醫院的那個欄杆 抓成那樣 我都覺得那個欄杆都要被抓彎了 然後還捨不出來 我就整個快暈倒了 阿姨 阿嬤回來了 要ою水補一下 有像嗎 有像嗎 有,有像嗎 什麼叫應該 玉堂車禮 女人叫的程度不一樣 我們整個進入生孩子的情境 眼淚一直掉 我沒怎麼咬嗲 我沒怎麼咬嗲 我不敢 嚇死我了 我可能還是需要做一點點的小轉換 是因為在這場戲裡頭 雲青是要等可惡的死冤家四象 阿布拉回來 對 就是硬要跟到他回來 然後再把這個小孩生下來 然後最後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 就是我生了男生 然後一次就是贏了 鞏固了我大老婆的地位 可樂爆米花 拯救電影院的神物 以下資訊由國家電影中心提供 你知道為什麼戲院販賣部 最熱門的常賣商品 是可樂和爆米花嗎 據說這一切都是好萊塢電影工業 精密算計的爆米花經濟 在製作爆米花的奶油裡加越多的鹽巴 觀眾就容易順便買飲料 而生意也就越好 戲院甚至為此改變播放電影的模式 以前電影播到一半會有中場休息時間 但現在為了要大家入場後 還有空去門口買些零嘴 電影院的廣告就改成在開頭播放了 觀眾喜歡一邊盯著大螢幕 一邊吃零食喝飲料的習慣是古今中外皆然 從過去的蠶豆蜜餞給壓冰 到現在的可樂爆米花 都是為了在觀賞電影時得到 有如在家一般的舒適與放鬆 那你可能不知道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國民政府來臺面臨百費待薪的局面 經濟體系動盪不安 1848年更頒布節約糧食禁令 陸續推出不吃金白米運動 食鹽配吉制等 所以電影院中販售可樂這種奢侈品 更是嚴加禁止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可能很難想像 以前台灣觀眾也很喜歡在戲院嗑瓜子 邊吃邊把瓜子嗑吐在地上 據說 瓜子可是當年戲院銷售量排名數一數二的零食 當然你現在這麼做 可能會收到不少白眼就是了 除了固定不動的販賣部 台灣早期戲院還會出現 當你看電影時 有人胸前掛著小木箱 裡頭放著冰棒花生糖等零食 來回走動的向觀眾兜售 是個會移動的販賣部 這也是已然不復健的特殊風情啊 戲院賣票所賺的錢必須跟電影公司拆賬 但賣可樂與爆米花的錢可都是自己的 你可別小看這些與電影票相比 微不足道的零錢小物 他們有時甚至佔了戲院總營收的一半以上呢 所以從古至今 戲院的販售部一直是個回頭率 毛利率都不可小覷的一級戰場 FM 哎唷 快送你 錶